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大家都知道,政府公佈了下星期要做4次核酸檢測。 除了做4次核酸檢測外, 我們亦是每天要做自我抗原, 即是說我們接近每一天要尿鼻1.5次。 有傳媒關注, 之後我們還要做幾多輪的全民核酸檢測才可以成功控制到疫情呢? 衛生局局長羅玉龍說, 暫時無法預測, 希望在最低成本最短時間內控制到疫情。 其實如果他這樣說, 大陸受不受這套呢? 因為你知道大陸先前有個地方, 是說要3日內清零, 入3日內清零, 那麼珠海現在, 那些人都是自由出入自己走來走去的, 是沒有差事的。 為何我們這裏搞到這麽久呢? 其實應該是會有個預案的。 甚麼為之預案呢? 因為你有很大機會, 很大可能, 做完這4次, 最後那次亦都會有確診有陽性出現。 如果是有陽性出現的話, 這樣我們是還做下去還是怎樣呢? 因為你看到現在我們一做核酸檢測, 就是連環權的。 你兩日做一次, 這樣做下去, 是一做三次四次這樣, 一玩玩一個星期, 即是說你這樣做下去, 一玩玩一個星期的話, 關了那些店舖應該怎算呢? 沒東西做的員工又應該怎算呢? 好了, 跟著還有講到, 是否傳聞核檢入面發現到一管的陽性, 都要去持續去檢測到清零呢? 那羅浴龍的話, 不可以用數字說是還是不是的。 譬如, 如果傳檢入面有一管運養陽性, 但跟現有的個案是有明顯關聯的話, 就說風險可控, 就未再需要做傳聞檢測。 以後譬如, 這個社區的隱形傳播鏈已經是降到最低, 亦都不排除將檢測, 調整到三日一檢, 但目前趨勢仍然要全民核酸檢測一段時間, 才可以延長全民檢測期間的間隔目標。 這裏其實都講得很清楚, 什麼叫全民核酸檢測維持一段時間呢? 即是說我們現在這一波, 下個星期做完四次之後, 應該是會再做的, 但再做的話, 如果是找不到一個很明顯的傳播鏈, 只有一些陽性個案控制程度之內, 就會變成三日一檢, 即是說, 今一波疫情, 很有可能是玩到7月尾的。 下一輪的檢測都已經玩到17日, 說真的, 你政府的防疫抗疫援助, 你給到市民, 其實我們市民已經有個半月是沒有公開的, 甚至乎有些是被人低了到隔離的, 中小企更加不用說, 你個半月的租金怎麼頂呀? 我也想知道他們怎麼頂呀? 又沒有生意, 又要出租金, 可能已經沒有現金流了, 即是開回之前一度都講的, 沒有生意, 現在是否應該要收拾它呢? 如果是沒有負債一生興的話, 我相信亦有不少企業在考慮這一個選項, 當然前提之下就是它要沒有負債咯, 所以其實應該要有個預案給市民咯, 等市民心裡有數才行, 你現在大家都好像在看天打掛, 完全看不到盡頭那樣過, 是一個賭博式咯, 好, 我真的下個星期要連買4口的清零, 這樣行不行? 沒有賭過錢的人都知道, 你可以連續4口都輸咯, 當然啦, 這一個只是一個比喻, 那我最後都是希望啦, 疫情就可以快起清零, 大家的生活都可以回復正常咯。 好了,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